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印度 提到印度 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 那就是平和 最近的印度是发生了一件相当平和的事 就印度之前不是因为莫迪宣布了 要放宽农产品销售和定价的政策 这就导致了印度农民的权益 受到了实质性的打击 简单来说就是没缘子了 所以印度当地农民就举行了一场 为期一年多的抗议活动 对 没有错 从去年人家抗议到了今年 时至今日抗议依旧在进行 人家别的国家是抗击疫情 印度在这抗击莫迪抗了一年多 这都什么事 回到咱们说这个平和的事 这事发生在神奇的印度北方邦 北方邦这个地儿也是相当的具有传奇色彩了 这小地儿两亿多人 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么一个邦政府 林子大了那什么鸟都有 所以发生了一些个神奇的事也不是很奇怪 这次大概是怎么个事呢 就咱们上面说的印度农员不是抗议吗 结果正在农民和警察打成一片的时候 10月3号北方邦这么一个官员 名字叫凯沙鲁巴尔斯的毛瑞亚的官员 就下来访问来了 也是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友好邀请 结果这个地儿正好就是抗议农民们的根底 这家伙不是撞枪口上的吗 我们农民正瞅着怎么搞大事呢 既然你要来了 那我们肯定不能让你白衣服进白衣服走啊 我早是给你小刀拿屁股让你开开眼 见识一下我们农民大团结的力量 然后呢就浩浩荡荡的去机场包围了这个凯沙鲁巴尔斯的毛瑞亚去了啊 举着抗议小旗拿着刀枪棍帽就去了 刀枪棍帽呢也不是为了要揍人的 主要是农民嘛 有个家伙事也是合情合理 你要问这警察怎么不管这些个农民 那咱说了 北方榜就是带有传奇色彩的神仙榜啊 那居住在神仙榜的神仙谁们有点耍气 挺平和的也不用管这帮老灯 就咱们闲闹这功夫呢 这印度官员海上古 哈拉斯的毛瑞亚啊 就到点了啊 小飞机就降落了 撑撑撑三下五穿二 保镖一开到就上了提前准备好的作家 那农民们一丑 你这当官人的奶奶也不和我们打声招呼 你们就想这么走了 你谁啊 给他围了 结果呢 这汽车也就走不动道了 接下来发生的这个事啊 就贯彻了印度一概的平和谨慎 就这架子 汽车的司机 也不知道之前是骑印度神牛的 还是刚招来的司机神 撑一脚油门就给人撞人堆里了 好嘛 这可坏事了 本来农民们他就别着火 你还开车压我们 还当场压生我们四个好伙伴 开车的司机呢 就是印度农民们啊 扔到石头干扰了我们驾车员 导致的失控 印度农民们就是说他们是故意的 反正双方是各自一指 纯纯就是抓住印度大街上 没有监控上投资一点的 这还不算完啊 两边的人还各自找了 大级群号的人证 好嘛 这就是纯纯要置司机于死地 当然呢 这个司机他也不简单 你就想 能给印度官儿开车的 必定也是印度老人种龙凤 卧龙凤出来 这驾驶车辆的司机呢 正是当地一部长的儿子开 好嘛 这不更坏了吗 本来我们农民就不活 你当官儿的管儿的还开车撞我们 哎呦 想想心里都委屈 虽然印度名义上是有十好几亿人 但是你这是真把你们当官儿的 这些个普罗门上的力当成的人 把我们当畜生的 血压都上来了 你得了 你也别走了 就这么两国人呢 矛盾呢 是更激化了 现在留给印度警察的问题呢 那就是打打的啊 怎么着呢 你说你不转不转 孩子也不行了 就逮起来呗 你让他在外面呢 不得让农民的刀枪 对方给打死啊 先居留十四天 没有错 撞死人呢 先居留啊 纯纯就是不把农民当人看 事情到这呢 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希望印度农民的抗议 可以加大力度 针对这个事呢 我们来看看 印度网友们是怎么说的 有人就说呀 我相信金钱 我知道那位部长的儿子 最后肯定不会受到惩罚 还有人呢 就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就说印度的部长啊 当时一定是在车里抗拉利赛的 以为农民们会攻击一探 所以他就吓坏了 然后就撞下了所有人 趁着印度农民还清醒的时候 赶紧逃跑 还有人就说 我们印度一直在谴责恐怖组织 但是这是什么啊 这是印度人民党政府 恐怖主义合法话 哎呀 可能这就是民主且平和的印度现状吧 但是印度官二代状农民的事 有什么想说的 咱们一开评论 行 关注视频中转转转 希望大家喜用 点在路上 咱们下转转转转转 再见